怎么了 你说关于斯妙老师 孩子出什么事了 是的 到底怎么了 指不定哪天 我们的孩子要冲着 一个黄毛小子叫爸嘛 你觉得这事不大吗 我一想到 孩子知道妈妈 要嫁给别人 心里受到多大的打击 我这个心里就 你拿孩子当借稿 万家乐 万家乐 你什么时候能长点心啊 你干什么 我不能像那个小子似的 弹琴 唱歌 我没有钱给你 租很大的房子 所以我想来想去 只能用这种方法 来表达我的真心了 你用下跪来表达冰心 你只会这么做吗 我错了 我一直认为 无论我做错什么 你都会站在我身边的 可是我现在一想到 马上有一个别的男人 要站在你身边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快崩溃了 你早就是我身体里的一部分了 你知道我现在什么感觉吗 一种割肉的痛 知道这是什么吗 是自私吗 自私不想要的时候 随时都可以抛弃 但是看到别人想要又舍不得 太自私了 我承认 我以前很幼稚 我觉得你对我的好一切都是应该的 就当你可怜我行吗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看在孩子的份上 回到我身边吧 好吗 好吗 老婆 求你了 求你了 求求你了 如果当初 留我一点余地都好 当初哪怕 给我一丁点的人情分 我都不会那么心态 当初我离开家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心情 你知道吗 我心想就死了 你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 混蛋 还能回不清我